游戏终于与朋友们一起踏上了前往埃及的旅程 飞机在埃及机场降落 游戏一行人与早就等在机场出口的伊西斯和玛丽克等人会合 伊西斯说他会带着大家去安置石板的地方 此时游戏已经与王样灵魂互换 回到埃及的王样浑身似乎都透露出法老王的威严 看来王样果然就是属于埃及的 之后众人马不停停地乘车穿越沙漠 来到了那处神秘的墓穴 能让法老王恢复记忆的神奇记忆石板就沉睡在这里 只要将三张神志卡装饰在记忆石板上 失去的记忆之门就会打开 王样感谢伊西斯他们的指路 他随后就带着城之内等人进入了墓穴 看着王样远去的背影 玛丽克和伊西斯是真心感觉 守木一族经历了三千年的使命终于结束了 法老王也终将回到属于自己的世界 而安莫良此时也赶到了埃及 他悄悄跟在大家后面 望着墓穴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 王样一行人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记忆石板 杏子看着王样总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他觉得跟王样当了这么久的朋友 却连王样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于是他将一个在路边小店买来的空白姓名牌递给王样 想让王样在恢复记忆以后 将自己的姓名刻在上面 这样之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就都不会忘记自己是谁了 而且他和大家也至少能够知道王样真正的名字吧 王样感动地看着杏子 最后将名字牌带了上去 他随即拿出三张神志卡 很快就要开启记忆石板了 暗末梁此时也跟进了墓室里 他就等王样灵魂离开千年积木的时候 让自己的分身一起开始进入游戏当中 这时王样已经将神志卡放在石板面前 石板迸发出了刺眼的金色光芒 王样的灵魂瞬间离开了游戏的身体 被吸入石板当中 而就在这时候 千年积木里暗末梁的分身出现 另一边 暗末梁的千年轮也瞬间发出金光 金光脱离了墨梁的身体 就这样向着石板的方向冲去 暗末梁大笑着与自己的分身合体 他也要和王样一起进入那未知的领域 当金光散去后 大家才赶紧聚到游戏身边 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游戏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掏空 他感觉到王样的灵魂不在积木里 也不在他的心中了 正不知所措的时候 下敌突然出现 他告诉大家 王样已经离开了宿主 回到记忆世界里去了 王样终于到了一个熟悉而陌生的世界 他睁开眼睛 看到无数古埃及的居民 正满眼期待地看着自己 而自己正穿着古埃及法老王的衣服 站在高台上接受大家的朝拜 这时 旁边一个和爷爷声音差不多的蒲丛提醒他 让他向民众回应 且宴席上大家正引颈 期盼法老王的到来呢 于是王样懵逼地挥了挥手 然后跟着蒲丛回到大地 坐在自己的宝座上 王样朝下望去 居然发现到处都是熟悉的脸孔 他看到了海马 依西斯 夏敌 甚至旁边的蒲丛摘下蒙面巾后 王样也惊奇地发现 那居然是武藤爷爷 一样的神官赛特留意到王样的异样 让大家按照原定计划 再搁再舞起来 王样看着自己身边 拿着千年神器的六个人 一时间有点懵 西蒙提醒他 那六个人都是千年神器选出来的神官 与此同时 一个少年正被两个埃及士兵牵着 在酷热的沙漠里缓慢行走 终于 少年体力不支倒在地上 士兵十分不耐烦 今天是王宫举办庆典的日子 这个少年却还去破坏王牧 给大家添麻烦 真的很讨厌 这时 一道金光从天而降 暗末梁的灵魂一下子进入了少年体内 这就是三千年前他的身体 暗末梁也是气死了 怎么开局就让自己成阶下球了呀 而就在这时候 一伙黑衣人出现在了暗末梁身边 其中一人还解开了他的镣铐 暗末梁很快就想起来 王样是高高在上的法老王 而自己 只不过是一个人人喊打的盗贼 果然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呀 王样坐在法老王的宝座上 俯瞰着下面众多神官 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让王样若有所思 难道爷爷找到千年积木也并非偶然 这一切都是命运的轮回吗 这时 一个刺客突然出现 要行刺法老王 神官艾西斯的千年手势发出预警 暗器才被法老王面前的神官马哈德拦住 神官塞特建议 用千年神器对这个人进行公开审判 也让法老王看看 他们每个人的力量如何 第一个上场的人是夏达 他用千年钥匙来查看刺客的心 在刺客的心里 果然看到了魔物的样子 第二个上场的是神官阿克丁娜 他用千年眼看出了那魔物的样子 还将魔物从刺客身体里抽离了出来 王样看得目瞪口呆 千年神器居然还有这种功效 西蒙为没有见过世面的王样解释说 这个是因为愤怒怨恨而诞生在人们心里的魔物 魔物们往往为了获得更多的力量 就控制人们犯罪 增加他们的愤怒和怨恨 神官们为了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 就要将魔物封印在石板中 最后神官塞特就用出千年西杖 将魔物封印到了石板里 正在跟游戏解释 他说王样现在正在他的记忆世界旅行 这个记忆世界是用3000年前法老王的体验和经历创造的 不过王样就算在记忆世界中 也会保持与现在相同的记忆 而等王样找回记忆以后 就可以解开法老王的灵魂 为何会被封印在千年积木里这个谜团了 城之内和杏子十分担心王样这次走后 就再也不回来了 城之内因此还走过去 想拎夏迪的一领子 却发现自己完全无法碰到他的身体 夏迪说 他的肉体早已经被墨梁毁灭了 寄宿在墨梁身上的暗墨梁是一个恶徒 此时 他也跟王样一起 开启了记忆世界的旅行 想让法老王陷入危机中 夏迪告诉众人 他手里的千年神器告诉他 为了法老王即将要知道的真相 暗墨梁和法老王在那里 即将展开一场极致的黑暗游戏 游戏十分担心王样的安危 他问夏迪自己能为王样做点什么 夏迪说 他可以让游戏等人也进入王样的记忆世界 千年积木里 就有法老王心中的迷宫 在迷宫里可以找到那扇真实之门 夏迪让游戏他们考虑一下 是否要进入迷宫 法老王的记忆世界里 那个刺客身上的魔物已经被驱除了 王样没让人杀了刺客 只是让人将他带到大牢里关起来 这时 神官赛特质问神官马哈德 王牧最近总是遭到破坏 你这个警卫团的老大是吃白饭的吗 马哈德随即走到王样面前对他忏悔 他说数日以来 千年轮的指针转动得很厉害 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所以他申请增加警卫团的人员 以确保城市的安全 王样同意了 他现在暂时搞不清楚什么情况 难道这是暗默梁说的黑暗游戏吗 而看着王样心神不宁的样子 西蒙还以为是他担心 自己的王牧被人破坏 就安慰王样 说那个墓地是自己亲自带人建造的 只有自己才能打开 王样心里暗自点头 三千年后 确实是武藤爷爷进入那墓室 将千年积木拿出来的 这时 神官阿克纳丁打算让宴会继续 结果艾西斯却阻止了 他通过千年首饰 看到了一些不好的影像 邪恶的影子 正在接近王宫 另一边 暗默梁率领着异伙强盗 向王城冲杀而来 他们沿途烧杀 抢掠无恶不作 整个王城陷入一片火海 很快 暗默梁领着强盗们 来到了王样所在的神殿 六个神官挡在法老王面前 暗默梁大言不惭 表示今天他要先取下天年神器 再灭掉法老王 在现实世界中 游戏第一次知道 千年积木的迷宫中 有王样记忆的真实之门 下地提醒游戏 你想去那个迷宫可以 但是一旦进去了 除非将真实之门找到 否则是没办法回来的 游戏自然是义无反顾 但他只想一个人去 可是城之内 杏泽和本田都不愿意 他们与游戏和王样都是朋友 不能看着自己朋友冒险 自己去袖手旁观 无奈 游戏只好同意了大家一起去 于是大家牵起手 在下敌千年钥匙的引领下 进入了游戏的千年积木当中 在王爷的记忆世界 暗默梁正在与一种神官对质 神官们听说他想要千年神器 阿克丁纳告诉暗默 千年神器是用来维持世界秩序的 只有他们这些经历过灵魂修炼的神官 以及神化身的法老王才能使用 像暗默梁这种满心邪恶的人 绝对会被千年神器烧死 暗默梁听到这话 觉得更刺激了 他甚至想让神官们交出千年神器 以后跟着他混 说着暗默梁扔出了一堆精器 甚至还将前法老王阿克纳姆卡农王的棺木拖出来 这棺木里躺着的就是王爷的父亲 众神官看到暗默梁的丧心病狂程度 也是目瞪口呆 赛特赶紧招出封印石 而其他神官们也纷纷用出自己的千年神器 大家一瞬间就感觉到 暗默梁的邪恶程度简直是深不可测 夏达甚至被暗默梁心中那巨大的魔物吓了一跳 他喘息不已 连忙告诉赛特 那块封印石太小了 根本连那魔物的尾巴尖都装不下 就在几个神官商量要让暗默梁心中的魔物现身之时 暗默梁突然爆发 他放出了巨大的魔物迪亚邦德 暗默梁挑衅地看着眼前这些所谓的神官 你们的千年神器又能奈我何呢 赛特对此十分不爽 他挥舞千年西杖 直接将暗默梁的迪亚邦德给封印在了石头上 可不了下一秒封印石就被撑爆了 那巨大的魔物根本毫发无伤 暗默梁傲然讽刺众人 你们神官这些废物 连我的魔物都封印不了 还有脸当什么神官呢 他随即就哈哈大笑 面对暗默梁的挑衅 神官们气得蹊跷生烟 他们要拿出真本事 让暗默梁看看他们的实力 然后他们竟然拿出了决斗盘 王雅兴呢 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会有决斗盘呢 西蒙表示 王宫周围有七块能够召唤怪兽的石板 经过炼金术淬炼之后 就做成了特殊的决斗盘 神官们打算一起同心协力战胜暗默 可赛特的个性跟海马一样独断且自负 说自己不需要任何人帮忙 依靠他一人的力量足矣了 说着他召唤了魔物兽加雷斯特 一条巨大的怪龙出现在众人面前 王雅看着这似曾相识的画面 真是感慨万千 看来早期人们的决斗 与现在也没啥不同 只不过一个靠科学 一个靠玄学罢了 赛特指挥着加雷斯特 去攻击暗默梁的怪兽 却不得暗默梁又召唤了一个新的怪兽 法尔科斯 挡在加雷斯特面前 法尔科斯虽然小 但发出的强大威力 直接将加雷斯特击碎 不过古代与现代决斗的规则 到底有所不同 看来赛特的怪兽虽然被打死了 可并没有掉血 暗默梁看着眼前震惊的神官们 表示自己是从前任法老王的墓地里 拿到的决斗盘 所以他现在也可以从前任法老王的墓地里 随意召唤怪兽了 在暗默梁的心中 任何东西都没有前任法老王邪恶 他做出了千年神器 能召唤很多奇怪的东西 这本身就是邪魔才能做到的 可是神官们表示 前任法老王做出这些千年神器 原本是想维护世界和平的 武器在善良的人手中就不会作恶 千年神器也是一样 对此暗默梁根本不信 这些千年神器本身就是黑暗的产物 拥有之后就可以反映 所有者心中潜藏的恶意 而且集齐了七个千年神器 放在克鲁埃尔纳村的石板上 就可以得到冥界的力量 无论是谁集齐了神器 都可以获得那力量 暗默梁的这番话 他们没想到 暗默梁竟然知道这么多东西 还这样侮辱千年神器 因此分别召唤彼此的怪兽 一起冲着暗默梁的怪兽冲了过去 暗默梁指挥迪亚邦德反击 没想到六神官召唤的怪兽 竟然都被迪亚邦德一拳消灭 神官们急了 赶紧使出了新招式 马哈德召唤牛头人 塞特召唤了人马兽 然后再用千年天秤 将两个怪兽融合 形成更厉害的融合怪 牛头人马兽 却不料强悍的牛头人马兽 依然无法击碎迪亚邦德 反而被他的尾巴缠住了 手腕无法攻击 马哈德这时召唤出幻想之魔术师 发动幻想的咒妇 将迪亚邦德牢牢捆住 可很快迪亚邦德就挣脱出来 一口气将牛头人马兽给消灭了 众人真的接受不了了 他们六个神官 竟然打不过对方一个人吗 此时暗默梁成圣追击 指挥迪亚邦德对神官们 发动螺旋波动 危机关头 艾西斯挺身而出 召唤出怪兽斯比利亚 挡住了迪亚邦德的攻击 但斯比利亚也很快被击碎 王阳在王座上急了 难道这就是暗默梁说的 极致的黑暗游戏吗 所谓的黑暗游戏 就是残忍的杀戮 掠夺和破坏和平吗 暗默梁却说 真正破坏和平 他是前任法老王啊 他将前法老王的棺木 踢给王阳 让西蒙都哭了 他告诉王阳 他的父亲真的是一个 为国为民的好法老王 王阳看着似曾相识的棺木 好像听到了父亲的声音 暗默梁还在挑衅 他告诉王阳 自己也不知道 这极致的黑暗游戏的规则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 他胜利的条件 是极其七件千年神器 暗默梁随即不由分说 就指挥迪亚邦德 对王阳发动螺旋波动 王阳不打算跟暗默梁过多纠缠 他开局就要召唤三张神之卡 刚才他听父亲说的 正义和神同在 所以神一定会站在他们这一边 神官们和西蒙都懵了 一直以来 谁也不知道三幻神的名字 所以根本无法召唤 难道这个新的法老王 竟真的可以召唤神了吗 这时 一道冲天的金光拔地而起 王阳召唤了欧贝利斯克之巨神兵 巨神兵伴随着金光和强大的 神之威压出现在众人面前 王阳随即指挥纪神兵 对暗默梁发动神拳粉碎机 结果暗默梁也指挥迪亚邦德 使出隐蔽能力 爆裂疾风弹 一只青眼白龙的幻影出现 看来之强暗默梁挑战海马 就是为了这一时刻呀 另一边 海马听说游戏等人去了埃及就着急了 他看着桌上的千年眼 想起那天暗默梁说的话 海马也有些动心 想去埃及了 但傲娇如他 才不会说实话呢 可突然间 他感觉到千年眼里 一股熟悉的气息涌了过来 那是神的气息 难道王阳又在召唤神了吗 我是黑白 下期见